已经搬进议长办公室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遭逢尴尬出境 原本由共和党掌握维福领先的众议院 在当地时间周二开议 进行第118届议长选举 不过想要拿下一张宝座 就得要取得过半218票 也就意味着共和党提名的麦卡锡 在党内只能失去4票 不过党内极右派人士批评他 对于民主党法案的态度太温和 誓言杯葛 另外提名了同党的毕格斯角逐 两人在第一轮投票各自拿下了203票及10票 相较于民主党提名的杰弗瑞斯 则获得全党支持 麦卡锡得票甚至比民主党对手来得少 不过没有人获得过半数 接下来的两轮投票当中 共和党保守人士转提名同党议员乔登 虽然乔登曾呼吁党内人士团结挺麦卡锡 却仍然恃于愿违 宣布出议长百年首见 而根据规定议长还没有出炉之前 议员也不能宣誓就职 众议院等同空转 隔日休会后麦卡锡再战 而共和党内有20人支持佛州议员唐纳兹 麦卡锡的票数最终更落到了201票 共和党内瞧不拢 美媒political报道 总统拜登受访时评论 选举耗费这么长时间 有点尴尬 他要补充 而且全世界都在看 前总统川普则前来表态相挺麦卡锡 他说不要把一个伟大的胜利 变成一个巨大又尴尬的失败 不过党内强异派要求麦卡锡 需要恢复一位议员就能提出霸出议长的动议 这项规定曾多次被拿来威胁议长 2019年裴洛西任内修改为只有党团领袖才能提出 而麦卡锡虽然做出让步 但他却表态 如果是五位才能提出 他会接受 但强异派显然不买单 纽石评论麦卡锡从未试图以重大让步来取得党内强异派的支持 他的不稳固地位几乎是可以保证的 而即使勉强取得胜利也将是受制于强大右派牵制的弱势人物 目前中医院决定修会到当地时间4日中午12点 开议再绝 记者吴玉成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